自己的妻子 与他人心心相应 而你 却还帮着他们欺骗大家 蒙蔽至此 是乃天下第一糊涂之人 你配当秦王吗 寡人不配 当让给兄长吗 你们听听 这就是杨全军捏造证据 陷害王后太子的真正目的 他是要颠覆朝政 比寡人退位呀 杨全军 你这不光是构陷 更是谋逆 若王上当机立断 废处王后与太子 自然不必退位 若寡人说不呢 你们都亲耳听见了 王上为了这样一个女子 竟要将大秦的江山拱手让人 大秦的列祖列宗 听听你们这个不孝子孙的话 你们何以明目 这位宗室臣子 那还能释放这样的秦王吗 是啊 这 这可是妾国呀 不为和赵姬 才是真正的妾国大盗 赵姬红颜祸水 吕不为大逆不道 此二人当千刀万剐 王上万无犹豫啊 但凡有一丝血性 如何能忍受得了这奇耻大儒啊 杀了吕不为 杀了太子郑 堂堂大秦王上 为了一个女人不顾大举 大秦 要毁在你的手上啊 傅君大事 怎能听信一个婢女的话 实在荒谬 对 将她交给刑狱严审 便就知道 是不是做了伪证 荀公 您说怎么办呢 赵姬屡不为 图谋不轨 论罪当诛 白仲知情不报 视同共谋 至于王上 算是失查了 不止是失查吧 您难道忘记吗 当初王上为治赵国 急需有人帮助 若无屡不为 他怎能回到秦国 杨全军 你什么意思 你们不仔细想想 紫楚回秦后 两位君主先后轰啊 照我看 芭城是有什么欺求 而他为了继承王位 这才心甘情愿受他人愚弄 王上 你只有两条路 要么废除王后太子 或者 你就退位 杨全军 天下从无受邪的秦王 你如此步步紧逼 你以为 寡人容得下你这等 叛臣不 臣为大秦尽忠 死而无憾 王上杀臣容易 然则 堵得住天下人的 悠悠众口吗 王上 关心则乱您是人 你应该亲自瞧瞧 那所谓的证据 你侣承王 信心 来 撤 我 继续 你 这么大 为了 杨犬军 你捏造证据 该当何罪啊 这条帕子 是赎锦 众所周知 秦灭巴蜀 垄断了赎锦 秦赵多年来征战贫贫 赵国的私仇 多半来自楚寒 战火纷飞 哪儿来的赎锦 吕不韦乃行走天下的商人 别人没有 他一定有 角落里 骨架添花的秀法 还是三个月前 刚刚传到咸阳 王后心爱极了 太子今年多大 难不成十年前 便有这秀法了 从王后怀孕 到太子出生 寡人都陪伴在侧 伪造一方帕子 便说是给生父报信 我看哪 你这是大梦未醒 荒谬至极 杨泉君 你捏造证据污蔑王后 迫使王上退位 实乃是造反哪 是他 是这个婢女蒙蔽了本君 王上 臣也万万没想到 他竟为了一时记恨 便出如此谎言 阿满 你为何要帮助欺骗王上 是杨泉君 是杨泉君说 如果奴婢不交出此证据 他就要了奴婢的性命 大人 大人 而且这叛子确实是从您房内搜出的 死到临头还不悔改 拖下去 皇上恕罪 皇上恕罪 奴婢不欺 奴婢不欺 王上 杨泉君 你污蔑当今王后和太子 一步步迫着当今王上退位 你真是要造反吗 祖母 请为宋儿主书公道 太后 杨泉君罗列甲政颠倒黑白 挑拨王氏父子之情 污蔑大秦正统王寺 罪不容诛 我乃王上教父 谁敢助我 来人 王上 你竟早是有埋伏 只等言语不合 便杀我泄愤吗 寡人不善言语之争 谁敢非议太子 杀掉了事 如此简单罢了 王上英明 太后 太后 姐姐 这一切都不是我的本意 这原本是 你放开 你 你 我们已是百年生育 竟然会在你的手里 今天 我就不顾姐姐之情 替太后 清理门户 张建 好狠的心 王上 他狂妄无礼 我一切之下 大义灭秦 王上 您不会怪我吧 怎么会呢 杨犬军上窜下跳 无非是要往上退位 可他又当不了秦王 何必如此卖力 吕不韦 你到底想说什么 杨全军不过是个傀儡 幕后主使 正是今日出征的公子曦 吕不韦 你自己的道经案还未解决 这儿轮不到你智慧 夫人 难道你还不明白 我身上 根本就没什么盗窃案 那天 见你出城的时候 其实我就已经猜到 你们是用何种方法运送黄金 知道我为何没有当店拆穿吗 你 你也不